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圣体为之发挥 几切众生 请转描发轮 驾到我们 如何了圣托斯 李宗盛 这个没有到广果天之前 就在这个浮爱天这个地方 也可以到广果天去 又可以啊 到这个无想天去 这无想天就是入了外道的境界 广果天呢 就四残天之一 所以这个无想天呢 是外道的所住的地方 广果天呢 四残天之一 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就很容易走错路 所以啊 这个地方有个奇路 就虽然生到天上 也容易啊 走到外道啊 那个天上去 什么叫广果天呢 广果天啊 广果天 就是啊 繁福的果 繁福 这个六玉都天呢 这都叫繁福 这繁福所得的果位啊 不能超过去 这广果天 超不过去啊 广果天 就没有广果天 这种的境界 这么好 那这个广果天呢 它离开呀 下边 这个天 这种啊 染物 在这个广果天 它的 这种快乐 是无穷无尽的 它的 这种神通 也是 庙用无穷的 所以啊 升到广果天 也是不容易的 在 到这广果天呢 因为 在 这个福爱天呢 所得的 这种的 妙随顺 它 更加 深深一层 不单随顺 而且还得到 广妙随顺 所以随顺呢 就是随心入义 他所修的这种果 他想要希望的 就可就能啊 争得这种的果 这是广果天 这是广果天 无祥天 无祥天 什么叫 无祥天 这是无祥天 无祥天 可是断 不是永远的断 它是断的五百节 它的寿命啊 五百节 在它的一生的 一边 思想啊 不齐 没有思想 可是 在五百个节里边呢 它有四百九十九个节 没有想 有一个节 里边它有想 这一个节啊 在前半个节 它的思想灭 灭半个节 灭半个节之后 它这个想啊 就不生起了 等到最后呢 半个节 它又生了 这个想又生出 所以这个无想呢 就是说的 它这一生啊 很少的时间 有的思想 这种呢 这一个天上啊 完全是外道所住的地方 外道 在这一层天上 它自己呀 它自己呀 以为呀 是究竟的 天 它自己 以为在这块啊 就可以得到捏盘了 得到捏盘 所以呢 它就在这个地方啊 能修行 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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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做了 这是外道啊 我住的地方 无想品 无凡品 烦呢 就是烦恼 它这层天上天人呢 没有见思烦恼 你见思烦恼啊 就断了 什么叫见思烦恼呢 见 对着这个境界 生出一种贪心 这叫见 见 烦恼 知 知对这个理论呢 不清楚 理论 不明白 就生出一种分别性 这是 思火 见火 思火 没有这种烦恼 所以呀 它没有 一种烦热的 这种烦恼 也没有苦 也没有乐 苦乐 双亡 在这苦乐呀 这种的境界呀 他没有这种斗争心 没有这种斗争心 所以 他这个烦恼也就没有了 烦恼没有 就得到清凉 所以呀 得到清凉 就叫无凡天 不热天 这个热呢 也是热恼 那个天生啊 也就是 非常清凉 也没有一种热恼 善见天 善见天 咱们善见天呢 啊 他这层天呢 他这种见 非常广大 非常的远 见得非常远 善见天 这善见天呢 也就是有一种 很微妙的一种变化 变化 一切的乐的境界 骰久境天 这个骰呀 以上所说的这个天呢 这都叫骰界天 骰界天呢 这个是骰久境天 摩西手落天 这摩西手落天呢 是繁语 那 繁成中文呢 就叫大自在天 这大自在天呢 呃 他呀 有八只手 有三个头 他骑着一个大白牛啊 所以啊 他认为他很自在 这 摩西手落天 也叫大自在天 以上所说这个 这个 十个天呢 这个无想天呢 是 外道天魔呀 所住的地方 那么这个九天呢 喝起来这叫 呃 四禅天 这四禅呢 又叫舍念 清净地 舍念 前面呢 那个初禅脉住 二禅呢 呃 气 停住了 三禅呢 这个念也停住了 四禅呢 舍念 叫舍念 清净地 把这个念也舍去了 没有了 摩西手落天 飞飞翔出天 飞翔出天呢 这带来 十啊 啊 都没有了 所以叫飞翔 飞飞翔 又不是没有了 他还有少少的 所以啊 又不是没有翔 他叫飞飞翔 飞翔出天 一切天众,一切所有的天众很多很多的,和隆众,和这些隆啊,也很多,鬼神等种,有鬼啊,有神,也很多很多的, 起来祭会啊,到啊,来到这个道理天宗这个法会啊,来祭会啊。 主要他方佛度 及 interestingly原演, 外国世界,海神江神,河神醟神、三神土神、山太神焦神, 穿载神bow家神、宙神月神、空神天神、 严师神朝暮行 若是等神却来聚会 你看 这有多少钱 所有 所有啊 是前面说了这么多的天 这么多的鬼神 天龙等 还没有说完 对 所有他方 他方是其他的事物 其他的国度 与苏佛世界 不是单单他方国度 他方世界的鬼神 和这个苏佛世界的鬼神也一起有 一起来和赛女 海神 海神 对 海神 什么叫海呀 海呀 河啊 湖啊 用什么样来的 但是 因为啊 这个世界有太阳 因为太阳啊 是有热力 有热力啊 热力 就是有一种酒 就是中国那个真酒 就是 嗯 什么叫酒呢 就是 比如用一个什么东西叫做烧 烧 烧 热力 酒 有热力就有酒 就有酒 真酒的酒 有酒呢 就有汉处 这个 江啊 河啊 湖海啊 都是由这一种的 汉 而成就的 这个汉不是单单人有汉 就是这个地也有汉 树也有汉 一切共生 什么都有汉 汉 汉 这个不是能的 这个一酒啊 它就热了 热就会出汉 这个 哦 太阳啊 无论晒到什么地方 它就有热力 有一个热力 这个热力就叫酒 就好像那个 中国用蒸酒 嗯 就是沙特一蒸 完了一碗中 一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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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一碗中 你没有经过这种的酒 嗯 这个 这个 一山山知道吗 这个 这个 嗯 这个 嗯 中国人也知道吗 蒸酒 打蒸 中国那个蒸酒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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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而人之间就是热的 就 翻蒸 越 出汉 啊 我相信一定说这个 这种 因为这个 世界上 这个 汉出太多了 这个水就变成江河了 啊 就这么来的。 尤其这个水呀,这个水是电一切处的。 静虚控电瓦气,什么叫做那个水? 你讲梦言经上,你那个晚间用那么一个东西来那个盘,接那个入水,这个水就来的。 所以由这个证明呢,这个水是电一切处的。那么当然是电一切处,我们有的地方怎么看不见水呢? 因为它有了水的性,没有那水的体,没有那水的体。 也好像我们这个人呢,在这个地方,人就是有佛性的,看不见那个佛性,当然水有这个人的体。 这个水也有水的性,那水有一种湿性。 那样,当这个一般地方的很大的湿气,就是外,外含着湿,淘湿。 所以啊,这证明水到处都有水的,连到处都有火的。 可是啊,这个水性和火性呢,他们都是互相合作的,互相冲突的。 而那个啊,水啊,为什么它有,不是所有地方都有水呢? 因为啊,四大天王有一个碧水珠。如果没有这个碧水珠啊,这个世界通通都是水,哪个这样都是水? 这个水呀,变变全世界。因为四大天王呢,它有这种碧水珠。 所以这个水,这个天地啊,和水是接连的。 呃,因为四天王有碧水珠,所以这水啊,呃,不是到处都有的。 这个道理讲起来是很妙的。 呃,呃,海,什么叫海呢? 这孩子,咱们读中国书,我读很多,我相信,呃,都不会讲一个海字。 呃,呃,呃,像个回字讲。 啊,回呀,是不错,就是这个美字呢,呃,加一个日,这样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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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回妹。 那个诺连经不会有回妹,就是回。 呃,这个回呢,就是黑暗的意思。 嗯。 黑暗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海呀,它里边很黑暗。 你看不见,你上的海里头,你睁开眼,你看不见里头有什么东西。 嗯。 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的意思。 那海,大的海,你什么也看不见。 啊,海,你不知道有多深,有多宽,有多大。 啊,这叫做海。 海,也可以说是个大的意思,也可以说是个毁昧,不明的意思。 啊,这我相信你们都是第一次见过。 这个讲法。 是不是啊? 就是。 所以这个字呢,你就这个中国读书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个海是怎么讲的。 不知道的,因为这个老秀词他都不知道的。 啊,不费茶都不知道。 嗯。 嗯,大了。 嗯。 现在我告诉你,你就比这个不费茶是大了,就是说高了。 你说你是不费茶,你问他一个孩子怎么讲。 甚至于他小中文的那个附费茶,你问他这个孩子怎么讲。 他又能讲出来吗? 他就说,啊,孩就是孩嘛。 嗯。 嗯。 他不知道怎么讲。 我还为什么呢? 我知道中国人都不知道这个讲法。 什么? 外国人更不容易知道。 嗯。 嗯。 这个海。 海神。 这个海里有很多神。 那个龙王呢,就海里的神。 这个海神呢, 有一个叫海耀,海耀。 有一个又叫阳和的。 阳就是阴阳的阳, 阳就是阴阳的阳, 阳就是阳的阳。 阳就是阳的阳。 那这个海尘呢, 它是一个兽类。 不是个蚊类。 呃, 说是龙是海神呢。 正在这个, 呃, 这个海耀这个神呢, 它是个兽, 也是个兽类。 不是个虫类。 呃, 呃, 寿是什么样子呢? 它有十八个尾巴, 十八条尾巴。 十八条。 啊, 有八个头。 八个, 十八条, 十八条, 配料。 嗯,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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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菜,它的頭長得和人的樣子一樣,有八條腿,這是海的一個最高的神,它叫海耀。 第一,還有很多神,我也不要知道那種,你就是八條腿的一個懂的神,也知道,你有的時候打坐,有看見,有這麼一個,有樣子的,就是海神,你不要怕它,它是來的,所以我們要共養你。 不要以為,啊,這個東西真怪,我就怕了。 將,這個將,我相信,也這個,很小人,這個將,當一個公共的那個公字, 就是啊,這個大公公司那個公,因為啊,這海是大的,那個海為萬流之主,所有的江和湖海都歸到海裡去,所以這海是特別大的,海是容納萬流的,你多少江,萬流,它有。 啊,收錢,它也,啊,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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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就來了,早就來了,啊,這海是容納萬流的,多少它都可以容納的,你不怕多。 啊,這海,這海。那江呢,江就不行,江它就要,往旁它就很搬,海,那個水不,不像其它的就很搬,那個,這個江搬到海裡去。 這個江啊,這個江啊,叫公,什麼公呢?就是啊,這個是一個,呃,它很公平的,又有一個意思。 它是啊,共,共啊,這個是中國啊,說這個江懷和湖,這個所有的出產的東西啊,都是進共的皇帝,共,就是共獻的共,共獻。 啊,共獻呢,共獻呢,就是皇帝,所以又叫,又叫公,又叫共。 但是,河呢,河呢,河呢,也有一個講法,這個講法,也不容易,這個叫,河的長力,就是像一個手掌這麼平,河的長力, 嗯,嗯,就像手掌似的,連其它河上面水,沒有什麼風浪的時候,就非常的平,就像手掌這麼平。 啊,沒有什麼高山,沒有什麼,呃,呃,平地一樣,都是這麼平平的,在這個水裡頭啊,水平入境,就是像個靜子,又像個手掌似的,所以啊,就是河。 啊,這海神,江神,河神,這麼多的神,這是水裡頭的神。啊,又有山神。啊,山。 河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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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甘神 地神 地呀 什麽叫地神呢? 这个地呀 就是上一个笛字讲 可是它往下边呢 这个体在最低下 最低下呢 它还能生长万物 能运载万物 这是地 地主体 穿宰神 穿呢 就和穿衣服这个穿是一样的想法 延期啊 它这个能把这个地穿过去 能把这个地呀 本来没有水的地方 它能把它穿过去 穿 宰 宰 宰也是有水的地方 苗家神 苗家 这个咱们叫苗呢 苗就是从地里生出来 它又种到的时候 它叫苗 咱们叫家呢 家就是那种种子 种子种到地里 那就叫家 你看它又收成了 收成的时候 那叫骰 叫家骰 这苗家神 宙神 宙就是管白天的神 夜神 夜是管晚间的神 从什么时候就算晝呢 从晚间十二点钟以后就算晝 从白天十二点钟以后就叫夜 虽然这个晚间十二点钟呢 没有正式有太阳 但是呀 它那个阳气之后生出来了 晚间十二点钟 阳气生出来了 所以呀 您往往的这个人呢 到天亮的时候就有一种眼欲性 天呢 在四五点钟的时候 三十点钟的时候 这是那个阳气生出来 它生出来了一种眼欲 您这样没有这种眼欲呢 就会变成智慧 由这种呢 您往这边一走 就变成眼欲 往那边一走 就变成智慧 这也就好像那个黄果片和无想间呢 那个有一个齐路 那个齐 岔路 您往那边一走 就是呀 您存的一种正当的思想 这个 它就不用帮助智慧 您往这边一走 就帮助了这种预念 所以呀 在十二点钟以后 这阳神 您看白天十二点钟以后 这阴神 这阴神 这阴神的时候 咱们到晚间呢 也它有一种眼欲性 您要不往那个眼欲路上走 就往那个智慧路上走 也一样的 阴阳呢 它这里边都有两条岔路 就是看您往哪边去走 这咒神也是 空神 这空神呢 在这个楞言咒神 《楞言经》上我讲过 那空神是谁呢 这是空神 在我们天天念那个 厄兰所说的那个祭宋上都有吗 顺耀多呢 哦 顺耀多就是这个 哦 有 顺耀多 顺耀多 不是顺耀多 顺耀多 哦 顺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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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耀多性可消亡 小萧拿多性可動转嘛 哈萨多德门 啊 天神 天神 我天上的神 仁师神 仁师还有神哪 dryer师 啊 一天啊 喝一口水 是一个水果 是一个什么 这都有神管着的 你要信呢 就有的 不信呢 也有的 不过你都知道,不是说我不信就没有了,那是预知的说法。 你信这个神也有这个神,你不信这个神也有这个神。 在以前北京有个壮政园,壮政园一般人都叫做壮师尊。 他就遇到过这么一个人,这个人管什么呢? 就是管人家呢,这个一天,谁吃多少东西,谁喝多少水,甚至你喝多少酒,你吃多少糖,这都有一定的。 这个人都管的。这个人怎么管呢?这个人呢?天天睡觉,天天睡觉。 天天睡觉啊,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做官的。做什么官呢? 就是说做一个队长,他要管素一百人,或者人长、人长之类的,做官的。 他这个儿子二三十岁了,一天到晚就睡一觉。 他就很不永不高兴。说你看我一天到晚,我现在五六十岁了,我去做工来站前养你。 你现在二三十岁了,你现在二三十岁了,应该去做一点工,可以维持生活。 你这也不,什么工都不做。那在这世间有什么用呢? 就骂他这个儿子。 他说,哎,你一做官,你一做人间的官,我做阴间的官。 他说,你做阴间什么官呢? 他说,我每一天呢,所有的人吃多少东西,都是我分配。 我配给他们,我配给他们。我哪一个人吃多少东西,都是由我来配的,由我来给他们。 他爸爸说,你一定胡说八道,这人吃东西还有人给分配。 没有这个道理嘛。 那么你知道我明天吃什么东西,你给我分配一下,给我看一看。 他人家说,那等我要睡一觉才知道。我现在还不知道。我睡了,睡醒了,我就告诉你。 他这个爸爸,气不得了,真是胡说八道。 还有,我吃东西还要你给分配。等一等,他人睡醒了。 所以你明天没有饭吃的。 我做这么大罐还没有饭吃。 那我吃什么? 他说你吃一个鸡蛋。 还臭嘞。 半晚那个小米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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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一定馊了。 一定坏了。 就吃这么多东西。 这是你明天的眼神。 我这么有钱。 我这么有势力,怎么会吃这个东西呢? 臭鸡蛋。 等到第二天。 他一早见,有沙鸡、虾鸭。 预的鱼。 哦! 这么好吃,他做什么东西来吃。 这东西都做好了。 又等着吃。 哦! 他上司来了命令了。 说现在即可要出发。 去超肥去。 某某地方有了肥禽了。 有了出肥了。 我们要赶快带人。 肥不容缓。 即肥。 连一秒钟都不可停留。 这个东西都做好了。 就等着吃。 没有得吃了。 没有得吃了。 就去超肥去了。 就去打。 从土肥去打仗。 这一打仗, 哦! 土肥也打他。 他一打, 落花流水。 哦! 非常好吃。 打了半天, 土肥打好了。 他们也没有饭吃。 这些人都没有饭吃。 一走走到一个最穷的家庭里去。 大概经常就和人家, 问人家找东西去。 找东西去。 这个家里说, 我现在一分钟也没有了。 米也没有。 面也没有。 菜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就有一个鸡蛋。 有饭完小米子粥。 这个还是留着给女人生小孩子吃的。 现在你要吃, 可以认可我们自己不吃东西。 那么这个, 做果然饿得太不了了。 拿过这东西就不吃了。 他这个冰一定是一早去吃过东西。 因为他没有想吃好东西, 所以很早就吃了。 因为他没有吃。 那么现在, 爸爸的一个臭鸡蛋也吃了。 他饭完小米子粥也吃了。 这个之后, 他想,哦! 他的儿子昨天说他去吃这个东西。 今天果然就吃这个东西。 由此之后, 他知道他这个儿子就在阴阴当差。 所以他也就由他去当政。 他就在阴阴当官。 他儿子就在阴阴当官。 所以, 隐一世神就这样。 隐一世神。 隐一世神。 现在在讲。 隐一世神。 现在将这个树来打最后一。 什么叫树呢? 树就是用树立, 树形式。 这叫树。 中文是一个树。 这个树呢, 它綠著,綠著一棵大樹。 在我們南南部州,就是南淹福齊的唐津樹, 是我們南淹福齊的樹王,它是最大的棵樹。 其餘的大樹是樹木,樹木大的時候叫什麼呢? 是在鬼神村,在鬼神所住的地方。 鬼神是一個在大樹的地方來住。 你要沒有這個樹,它就要受苦。 留這個樹,它住在樹的地方,它就覺得很快樂。 所以樹木,大的樹木是在鬼神村。 所以在中國曹操那時候有一棵大樹。 這個大樹,一般人說這個大樹是誰? 神樹,它就不信。 樹有什麼神樹?它叫人把它掌心。 把這個樹掌完了,它就得頭疯了,就頭痛。 頭痛一天到晚就頭痛,以後就整化手給它來移這個念。 這就是因為它得對鬼神了,所以它就頭疯了,叫樹神。 這個入世黨神,這麼多的神, 故不僅僅提出了這麼多。 其餘的還有很多很多的神。 別來集會,都來呀,到那邊,到那邊。 到那邊,到那邊,到那邊。 來呀,聽過說法。 Leon, 這些是沒有太陽的 Alexander。 Fourth, 廟了呀, BILL world 有大方國度, 即所有世界動大! 所謂惡魔鬼王, 談血鬼王, 談精氣鬼王, 談財難鬼王。 清定鬼王, 奢徒鬼王, 自信鬼王, 福利鬼王, 大愛敬鬼王, 入世的鬼王皆來忌諱。 所以, 福有他方國度, 福有。 這個, 什麼叫福有呢? 因為, 不僅僅前邊, 那麼多的菩薩和天龍八佈, 來到古道裡間。 環繞啊, 他方國度。 這個土, 本來呀, 是個土字。 但是, 在佛經讀成一個 度字。 這個, 度呢, 也可以, 也就當一個土字一樣, 不過這個因呢, 應該讀這個, 度。 讀這個去生。 他方國度, 就不是啊, 這個娑婆世界。 是其他這個世界。 其他諸佛的國度。 地娑婆世界。 環繞啊, 我們這個娑婆世界。 這娑婆世界。 所以, 那個堪忍。 年齊眾生啊, 堪能忍受, 這種的痛苦。 所以啊, 在佛科世界。 諸大, 果一王。 一般人呢, 都, 講這個珠字, 是講成一個多字。 我講這個珠字, 和其他人不同。 人不同呢? 我講的不是個多, 是個少字。 就是一個。 這個法師, 你是講錯了。 這個, 中國這個文啊, 這個圖字, 都是當多字。 為什麼你當少字獎, 你當一個獎呢? 什麼也不會, 我就歡喜當一個獎。 為什麼我歡喜當一個獎呢? 因為我呀, 很愚蠢。 數目多了, 只記不住。 一個容易記, 兩個, 就要廢了腦筋, 你想一想。 才能知道。 那麼, 所以啊, 講的多了, 究竟到多字講, 倒是多少呢? 沒有數。 沒有數就很麻煩的。 所以我就當一字講, 這個珠, 就是一。 一, 一也就是豬。 多也就是一, 一也就是多。 我講的, 和人不同的地方, 就在這個地方。 啊。 諸大鬼王, 我說呀, 就是一個鬼王。 哪個鬼王呢? 我現在講哪個鬼王, 就是哪個鬼王。 啊, 有沉默鬼王, 有奢毒鬼王, 私心鬼王, 一個一個的。 啊。 我不把它混合在一起。 有了這個豬字啊, 可以當一字字。 啊。 豬大鬼王啊, 就是那一個大鬼王。 也就是那一個, 那一個鬼王, 大鬼王。 啊。 這個豬。 為什麼我又當一字講? 我放在說我歡喜。 這是呀, 我不講道理的一個講法。 那麼現在呀, 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我當一個講? 啊。 因為我要不給你解釋呀, 你始終是心裡不服的。 我講這個經驗, 你因為是講錯了。 所以現在呀, 我要給你解釋一下。 因為, 這個豬從什麼地方來的? 你找一找它那個根源, 是從一個地方來的。 甚至一個都沒有。 所以呢, 豬既然是從一那來的。 所以, 豬的數目, 你不方就從一來記起。 從第一那記起。 那麼, 你記的第一就可以知道第二。 就可以知道第三。 以此類推。 可以說, 一就是無量。 無量也就是一。 一本散為萬數, 萬數任歸一本。 所以, 咱們修行都要歸一的。 修行。 修什麼? 修這個心。 心要怎麼樣呢? 心要專一。 所謂得意萬事必。 你要得到這個意了。 什麼事情都沒有了。 都完了。 。 修行也就要修這個意。 要修你這個念。 專一。 你念要專一了。 才能開智慧。 你念要不專一呢? 那是呀。 那是呀。 叫向外持求。 啊。 我這兒想一句。 這個烏鸡是點點頭。 回著,這也會心之樂。 。 那麼, 我這兒想, 他也不點頭了。 呵呵呵。 那麼, 你要是能以一念不生。 啊。 更亮。 一念不生, 全體現。 六根互動被雲遮。 你不是雖然有這麼多鬼嗎? 你要一念不生啊。 一個鬼也沒有了。 不但一個鬼也沒有了。 連一個神都沒有了。 不但連一個神都沒有了。 連一個佛都沒有了。 連一個菩薩都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 這才是什麼都現前的。 那時候佛也來了。 菩薩也來了。 風溫眼角。 壁之家羅。 什麼都來了。 啊。 為什麼他來的? 就因為你沒有了。 你要有啊。 他就不來。 廟的地方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啊。 啊。 這個地方呢。 真是不可思議的景點。 也就是在這個豬這個地方。 這個豬。 你不知道他豬嗎? 你不要他豬。 啊。 我看一個。 一個也沒有了。 啊。 這個豬大鬼王。 一個鬼王都沒有了。 就跑了。 鬼王沒有了。 這個世界沒有了。 世界沒有了。 那你還擔心什麼? 無憂無仇。 無掛無愛。 那時候。 所謂。 靜靜人其餐天地。 這個性啊。 靜人性。 靜其性。 靜物之性。 這時候就是。 你就是天地。 天地就是你。 你就是諸佛。 諸佛就是你。 無二無別的。 啊。 哪有一個你我他你。 哪有這麼多。 說我像人像眾生相受的相。 沒有了。 你一切都沒有了。 那你還有什麼煩惱? 什麼煩惱也都乾淨了。 那時候真是靜靜日如魚。 啊。 一念不生全體見。 六根互動被淹著。 啊。 你一看這種境界。 那真是妙不可言。 啊。 妙不可言。 那麼就不要言了吧。 不要講了。 還是不行。 原來我歡喜講。 還要得講的。 你不要我講。 我自己要講的。 不可言。 不可言誰知道啊。 啊。 誰知道那個不可言呢。 嗯。 我還要講。 講什麼呢? 講這個豬大鬼王。 這個豬大鬼王。 嗯。 鬼嘛。 鬼嘛。 鬼都是兇的。 我以前講這個鬼字。 啊。 跟你們講過。 這鬼是怎麼講的呢? 我講這個鬼啊。 有一個講法。 這個鬼啊。 很長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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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長呢? 哦。 那不知道有多少。 我也數不過來。 它是有幾張腿。 不知道。 總而言之,這鬼字啊。 我知道。 就是在中國的一些個普飛沙。 對這個鬼也都不認識。 因為啊。 他腿太長了。 看不見他究竟在什麼地方。 啊。 這鬼字啊。 這鬼字啊。 當然講這鬼字。 我以前給他們講過。 他們現在忘了。 這鬼字就是龜也。 就是龜回了那個龜。 龜的龜也。 所以說。 中國有一句說。 人死啊。 就是好像回家了似的。 龜回去了。 啊。 龜回去了。 龜到什麼地方去了? 龜到他那個犯罪的地方去了。 我要給他們講一個英文的講法。 英文的講法。 我說。 他們英文鬼叫高。 我說。 那麼怎麼樣講呢? 就是高。 就是高也。 就是去。 去到什麼地方去呢? 去到地獄去。 啊。 啊。 中文呢就叫龜。 龜的龜也。 英文呢。 高子。 高的高也。 啊。 就高。 去去去。 啊。 啊。 那麼他龜回來。 龜到什麼叫做? 就龜到地獄里去。 龜到地獄去啊。 他以為地獄是他的家。 啊。 以為啊。 地獄就是他回去的地方。 啊。 為什麼呢? 他迷了。 你這個英文怎麼叫高。 呃。 高。 高也。 高也。 就是去了去了。 去幹什麼去啊? 去到那種好好玩的。 到那種去最好。 呃。 最好了。 其實到那種啊。 跑到刀山上去。 劍樹上去。 油鍋裡頭去。 跑到那個地方去。 啊。 你好像一天高高高。 高隱高隱高隱。 高到什麼地方去? 高到地獄去。 啊。 啊。 高到惡鬼裡頭去。 啊。 高到畜生裡頭去。 啊。 就是。 所以啊。 中文應該歸回來。 英文就是不。 高了。 我這時候給他們做一個簡單的解釋。 啊。 這是這鬼字。 你們記得啊。 誰願意高。 高到什麼地方去? 就高到地獄去。 這是這鬼。 啊。 這個大鬼可以到什麼地方去? 這個大鬼什麼地方去? 就是在那個地方。 在哪個地方? 就在地獄裡。 啊。 這個大鬼, 所謂阿牧鬼王。 這個鬼啊。 這個鬼啊。 他腿雖然長啊。 但是眼睛啊。 很凶的。 噩目。 噩目啊。 啊。 你看見他那個眼睛啊。 就打戰爭。 啊。 他那個眼睛就有那麼凶惡的。 啊。 這是噩目鬼王。 他噩目鬼王。 有啊。 又有彈血鬼王。 啊。 這個過山啊。 真可憐的。 他晚間不睡覺的。 晚間也是坐的。 就這樣。 所以現在聽經也是這樣。 啊。 入了。 睡覺三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睡覺三昧呀。 睡覺。 哈哈。 彈血鬼王。 這個彈血鬼王啊。 啊。 專門喝這個這種什麼血的。 尤其呀。 這個。 哎。 呃。 饭室啊。 哪個地方有血。 他都要去啊。 喝這個血的。 彈精氣鬼王啊。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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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印度化。 叫批車手。 啊。 批車手。 在楞言罩上那個批車手。 就是這個彈精氣鬼王。 彈精氣鬼王。 就是講起來。 都。 呃。 很這個。 歡喜吃。 吃這個人的精氣。 歡喜吃五穀的精氣。 好像。 這每一個人呢。 這種精氣。 為什麼無形容他就摔了。 就因為有這種吸血鬼啊。 他。 來就把你這個精氣啊。 這個吸血了。 他還吃著五穀的精氣。 像胎藍鬼王啊。 就是。 吃這個魅成形的胎的。 有的。 呃。 呃。 人生孩子在小月啊。 呃。 呃。 没有够月就生存了。 這種胎一样落下来。 都有這種的鬼去吃這種的東西。 蓝。 蓝就是啊。 呃。 这个鸡蛋之類的。 呃。 呃。 他也吃。 行病鬼王。 這個行病鬼王啊。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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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處去。 灑這個瘟疫流行啊。 傳染病啊。 這都有一個行病鬼王。 這行病鬼王啊。 到處給。 呃。 去。 去北東傳奇避病。 啊。 蛇毒鬼王。 這個蛇毒鬼王啊。 是個好鬼。 不是個壞鬼。 啊。 啊。 你有什麼。 這個毒氣啊。 他都可以。 可以給你吸取。 嗯。 蛇毒啊。 是什麼。 他。 因為他是個救人的。 雖然他是鬼啊。 但這個鬼是菩薩化身。 菩萨化身呢 它就是救度生成的 所以这叫奢毒鬼 不是它本人的毒 是谁有毒啊 它都可以给你吸取 它可以把你的毒给吸取 这个鬼是一个好心的鬼 就痴心鬼啊 它心呢 痴悲 它虽然做鬼啊 是要到那鬼里边去 度鬼的 那鬼啊 就发菩提心 所以这是痴心鬼王 这个 谭经济鬼王啊 它为什么做这种的 鬼王呢 这种鬼啊 好杀生的 它在生的时候好杀生 好杀生啊 它杀生这个肉啊 不要说旁人 就是它自己太太 它也不给它去 不但不给啊 那太太肉吃 这血它也不给它吃 不给它饮 它自己杀的生 譬如它自己吃 啊 它的太太啊 它连一口血 那个譬如猪血 它倒也不给它太太 呵 也不给它太太太 那么它太太 它都不给 何况其他人呢 其他人它更舍不得了 这表示它坚贪 所以死了 就做这个 很精细 已经到处啊 去吃这个 邋遢的东西 因为它再生 坚贪 呃 这个 慈心鬼王啊 它是对人是最好 福利鬼王呢 它也是啊 呦 也就是那个 那个 赐福的 僧俘财神 所以啊 呃 这个地藏经 叫做鬼 鬼王啊 它就是那个 僧俘的那个 大爱敬鬼王 呃 又有一个鬼王 叫大爱敬鬼王 入世等鬼王 接来几会 像啊 前面所说 这么多的鬼王 然后一切地道理清风 请释迦牟尼佛 说这个地藏经